这个视频说说PS5版本的使命召唤19和20 我估计能帮大家解决很多疑问 先说优点 就一条 COD19和20 它的单机剧情模式 是截止到目前我玩PS5的这两年里面 画面 手感 音效 游戏体验等各方面 是非常非常好的游戏 LPS射击游戏天花板级的存在 我对这个结论负责 第二说是缺点 有一大堆啊 首先是价格贵 比如2022年发布的COD19 二手盘现在是270多 2023年发布的COD20 目前二手盘是300出头 这个使命召唤它是年货游戏 每年出一作 你看NBA 2K还有FIFA 这也是年货游戏 新作一发 旧作肯定打骨折 但是COD这边很习惯 2021年发布的COD18先锋 现在二手盘竟然300多 比COD20都贵 还有2019年发布的COD16 数字版促销价也得100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使命召唤 这么保值 可懂的同学的车位 第二个缺点 剧情很短 COD19差不多十几个小时吧 COD20更短 我都通关了啊 如果你只想体验剧情 建议买盘 通关后立刻卖掉 第三个缺点 那就是需要加速盒子 为了避免嫌疑 这点咱就不展开了 如果没有盒子 那COD19和20是无法看到完整的主界面的 进入单机剧情模式也会提示内容不完整 这都是网络问题导致的 因为港服的COD服务器它不在大陆 我测试过COD17冷战 还有COD16 它们的单机模式是不用盒子的 缺点聊完了 我再客观的说几条 第一 可能是同行衬托 你看EA的战地5是2018年的 战地1是2016年的 决地求生PUBG是2017年的 最近这两年 还有哪几个叫得响的FPS游戏 Xbox那边光环无限是2020年的 战争机器5是2019年的 都是老游戏了 从使命召唤19开始 使用的是全新的引擎 游戏画面更好 有更高清晰的纹理 还有新的光影渲染技术 精细的人物和场景建模 枪声爆炸声环境音效都特别真实 还有动作捕捉也越来越好 还有新的容易引擎都是很不错 COD20和19比 它的画面生意方面其实差不多 20要跑一丢丢 这游戏的花样玩法特别多 不是简单的图图图 有时候扮演一名间谍 要深入敌人内部 有时候是俯视角 在空中协助下面的队友轰炸 有时候在大街上跟踪人 还要及时隐藏 有时候还要大飞机 大主客 有时候在草原 有时候在沙漠 有时冰天雪地 有时候又在水里做着等等吧 总之这些丰富的玩法也让我对这款游戏十分闲 第三再说说上手的难度 我觉得使命召唤19和20非常适合像我这种已厌级别的轻度玩家 难度合适 比如它有醒目的过关提示 不会迷路知道想干啥 另外敌人的AI也很简单 还有充足的弹药 再配合这把PS5手柄 让我享受简单的突突突就行了 我喜欢玩让我舒服的游戏 不喜欢竞技 因为竞技会让我受挫 其实使命召唤这两款游戏 它的主要内容不是单机 而是多人连机对战 游戏里面有很多连机的花式玩法 那个单机剧情算是叫学官 新手村的意思 所以才这么短 如果说剧情模式能玩十个小时 那这个连机模式能玩一年 对了 这个连机模式是需要PS一档基础会员的 但是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打多人连机 因为我太菜了 我玩电脑版的撸啊撸 我都打任机 而且还是简单模式 主要就是为了享受 那如果你也只想玩CUD19和20的剧情部分 那这么算下来性价比真的不高 所以推荐了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喜欢玩CUD19和20 有没有必要配个高刷屏幕 我这么推荐 如果你只玩剧情部分 那4K60的屏幕就够了 如果上120Hz高刷 那剧情的画质就会变差 不推荐 如果你玩多人连机对战 那推荐你上高刷屏幕 如果你现在有2K144或者1080P的高刷屏幕 可以不用换4K144 具体不解释 最后再补充一条 在PS5里面 CUD19和CUD20它的图标是一个 进入游戏之后再选择是19是20 现代战争2022还是2023 还有这个名字也容易混乱 CUD19是现代战争2 CUD20是现代战争3 那现代战争1是CUD16 17是冷战 18是先锋 另外CUD19还有一个免费的大逃杀模式 这个模式是不需要PS基础会员的 但是需要加速盒子 说到大逃杀 我就想到了吃鸡 手游的吃鸡有跳伞 CUD20里面也有跳伞 有机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两个跳伞的画面区别老大了 关于PS5版的CUD19和20 基本问题都讲到了 还有没说的吗